Model 輪流上台透過服裝設計展現動人的自信和風采 他們都是名道時尚造型學系的學生 不僅台步走位部署專業 就連造型服裝也相當有看頭 因此畢業展走秀第一天就吸引大批的民眾和學生前來圍觀 像我的主題的話我是用女裝的元素把它放到男裝上面 所以我這次是用了比較大量的蕾絲 然後還有一些女裝的版型去做一個男裝的呈現 然後也用一些就是原本男裝上面比較不常出現的顏色 像這次是利用紫色還有金色去做整個男裝的表現 在這個展覽裡面就是大家的作品有很多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光芒 然後就在這裡面可能有很多細節是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就可能很多表象裡面都藏著一些陰謀 然後我們是覺得說時尚就存在在很多表象的裡面 透過動態走秀展現第六屆畢業生的用心和才華 而除了時尚服飾外 在靜態的部分還有展示玻璃、銀飾和金弓等作品數量多達近百見 從以前人家就使用竹編在生活上 我們想要讓它變得能夠帶在生活身上 變成比較時尚一點的飾品 也能夠讓人家看到以前的傳統工藝 對 然後比較特別應該是我們直接用竹子來切割 然後就製造出不同的樣子 透過東京泰展示來表達這次壁展陰謀論這個主題 時間從10號到15號在台中窗銀花園區展出 希望民眾到場來給他們支持和鼓勵 記者李建台中 慘到